一年有8万例 最近我看到报告 一年2003、2004已经超过10万例 增加了这么快 那除了说是这个不孕症的人数 可能也越来越多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刚才 猜事所提到这观念的改变了 你不要跟我做这些检查 我就是要生 反正你做检查 老半天可能终究来自治管 我干脆直接跳出治管 反正我就是一次十几万 我发了然后我就有一个小孩子 那你中间做检查 省去那些过程时间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场演讲 他就是说 试管婴儿的高成功率 或高稳定的成功率 已经对于不应征的检查 或不应征的诊断 或不应征的治疗 产生一些革命性的一些思维 就是说人家想要跳过去诊断 我不要诊断啊 你为什么跟我诊断 我就是要 因为你诊到老半天 终究是要给我孩子 我觉得这要孩子就好了 诊断了老半天 最后可能还是得做试管婴儿 这个当然这种单线 或者是跳跃的思考 就我们医师的立场是不建议的 因为也许他的诊查 所以只是一个环境素功能不足 我们可能补充环境素就可以了 不过的确有些变成很急 急到就是说 你会觉得说 你干嘛那么急啊 又不是说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的确是在伦敦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OK 那再来就是子宫内膜切片 子宫内膜切片 这什么问题要做这个 有两种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发疑他排卵功能有问题 或环境机能不足 那我们可以做子宫内膜切片 另外一种就是说 习惯性流产的病人我们可以做子宫内膜切片去做 子宫里面到底也没有过高的杀者细胞 那以前 夫长科医师用子宫内膜切片 比如说 他在夜间的第19天 第20天跟他做两次切片 然后去对照标准的子宫内膜 在第19天到第21天 这个细胞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像 那有病人科医师在判断说 这个病人他的子宫内膜细胞的发疑好像慢半拍 那就表示他的黄体是不够 以前这样子 现在不用了 现在很少人用子宫内膜切片去诊断黄体素机能不足 或者是说没有排卵 那都用什么方法 现在就是夜间第二时间抽血就可以了 就是现在很方便 或者说如果说病人炎异的话 他有几张技术体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或者说做个引导穿断 看他是不是动荣性卵巢 不过现在子宫内膜切片还有一种用途 就是说看一下他的子宫内膜是不是有一些 每一系统的障碍 那这个大概占百分之十左右 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做 你如果说有反复性流产 或者有血栓的体质 或者你的抽血已经证实 你的血液中有一些过高的杀手细胞 像CD56 那我们可以去子宫内膜细胞去看 你们过高的CD57不是56 如果说超过一定数目 就可能就会造成容易流产 所以子宫内膜切片也是一个不应证检查 不常用 但是偶尔会用到一个手段 是 那这个当然做出来的检查 就是要交给病理科医师去做 不管是黄体素或排卵 或者是美医的问题 还是交由病理科医师去做评估 是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样的检查 对 我们来看 这都是胎胎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PE镜 有一些就是说 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 PE检查很容易就是说 用的类似抹片 然后药就打开在子宫颈的地方 那我们再采样看一下 在子宫颈有没有PE镜 那有些病人就是说 然后报告 这个像抹片 然后做PE镜的DNA鉴定 不是抗体 有些病人很可爱 就是说他也在那边就拿一张报告 我猜医师我有PE镜帮我治疗 我们一看 它是一个PE镜的IgG阳性反应 这就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你以前得过PE镜而已 那我说你有没有治疗过 有啊 那个之前医师让我吃两 我跟我先生吃两个礼拜的抗症数 我就说那就好了 但是这样子的话 那会造成这个不孕的问题吗 会啊 那病人就说 可是我说要有去抽血 还是有抗体 我说当然有抗体 这抗体可能一辈子都有啊 因为有抗体代表 尤其是IgG 也代表你曾经感染过PE镜啊 可是不代表你有PE镜啊 对 所以要去抓这个PE镜 是要由子宫颈的抹片去找PE镜的DNA 而不是说你去抽血 那你抽血的话 可能每个人抽血都有PE镜 因为你如果说沙眼也是PE镜 你如果小时候都杀了 你现在去抽血 你如果帮我拆一次去抽PE镜 可能我小时候都会杀了 但是有PE镜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 会造成这个不孕的 因到有一些细菌 都比较容易引起不孕症 但不是所有的细菌都会引起不孕症 包括PE镜 或者磷病 或者是梅毒 或者艾滋病 这些是跟生育能力有关 但是他已经就是有治疗了 有抗体了 为什么还是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治疗就好了 他问题解决 只是他认为他们解决 可是事实上 对我们来看 他已经解决了 可是他就不放心 为什么抗体 那比方说 像我最近也碰到一个案例 他要做尸管婴儿 我们来验一下 有梅毒反应 那梅毒反应就是 去打三剂的培离心理就好了 120万单位 每个礼拜打一剂打三剂 那检查出来 好了 这样应该可以做尸管婴儿 可是他的丈夫 就有点不放心 就说 那这样子怎么抽血 打完针之后 抽血还是有抗体 我说当然有抗体 因为你以前 你太太以前有 梅毒感染 那这个一定有 可是 你既然打完三剂 完整的梅毒的治疗 那就已经完整 就是那个问题 就应该解决了 对所以 不要用抗体的报告 来认定 他有抗原 不一样 你有得到一个病菌 或病毒 这叫抗原 是 我们身体会对它 产生完全抗体 就产生抗体了 所以你如果得过什么病 可能有抗体 但是不代表你现在有 比如说你得过A型感冒 你现在可能有A型感冒的抗体 但是不代表你现在有 感冒喔 是 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看下一段VCR 好 来 再来就是依照残破 在我们的不应用检查 实在是太重要 我们可以拿它来看一下 诶 有没有肿瘤 力泡的成长怎么样 有没有多量性暖茶症候群 有没有 它的卵巢功能是怎么样 比方说 夜间第三天来看一下它的 阴道超原坡 看一下它卵巢大小 看它的卵巢里面的力泡数 有些病人来夜间第三天 我跟你做个阴道超原坡 病人说 可是我现在夜间来第三天还在流血 对啊 能做吗 就是要第三天做 有时候病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不等干净才做 这个叫做基础力泡数 BFC Basol Policural Count 就是说我在夜间第三天 帮你抽血叫做基础荷尔蒙 我在夜间第三天 帮你抽血去看暖茶功能 叫做基础力泡数 所以短超 应该超原坡在我们的不应症 简直是 我们的左右手 没有它 我都不晓得 我们怎么去当不应症医师 因为我们驱卵也靠它 我们要去测量病人 医生什么时候 跑来也靠它 都靠它 在看消弹BFC OK 那这次抽血的项目就是 一般基本的检查 一定是密尔基数 动静基数 FH LH 那如果说我们怀疑它有多浪性 暖茶症候群 男性荷尔蒙 胰岛素 要检查 那如果说我怀疑它的 脚装性有问题 我们还是要抽脚装性功能 所以一个抽血 再一个不用症 也可以检查很多 那不是全部都做 我们要去怀疑才做 比如说 暖茶功能就抽FHLH 那所以现在 现在一个最新的就是说 暖茶功能以前都要病人 夜经第三天来 可是第三天 你要碰到你们博恩夫产科 关门 又休息 就礼拜天我们修整 现在整首都要 礼拜天要休息 对 怎么办呢 礼拜一来 第四天怎么办 病人下手 我说没关系 第二天到第六天都准 那现在还好 现在有一个新的暖茶功能办法 叫做AMH 你夜经什么时候来 我抽血 这个事情是不会变动的 所以这个 这对 起码对我来讲是蛮方便 因为我这病人是 就不用再限定哪一天了 我这病人是外国来的 他来的时候可能是夜经第十六天 那以前的时候是不能抽血 那我现在跟他抽AMH 这个什么时候抽都是固定的 OK的 对 那这个AMH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卵巢 初期力泡所复免出来的一个叫 抗描视管的HERM 那这个非常好用 对于病人来讲是很方便 我们看下一段VCR 好 最后的一项检查 就是副腔剑 副腔剑有一个大师他曾经说过 就是说不做完副腔剑 不硬是检查 不算完全 我觉得这句话是有点夸张 对 不过不硬 那个副腔剑的确可以让我们提供 看你看可以看子宫 是 可以看卵巢 可以看骨盆腔 可以看吃卵管 可以看有没有巧克力量肿 可以看有没有肌瘤 可以看有没有子宫内蒙医悦症 很多病人可能没有性交疼痛 夜间疼痛 但是他有不硬症 然后我们做个副腔剑 发现 他肚子里面怎么那么严重的子宫内蒙医悦症 连医师都下掉 可是他完全都没有夜间疼痛 没有症状 这种点的症状 所以副腔剑 尤其是炎因不敏不应症的话 我非常强的建议要做副腔剑 因为很可能你认为炎因不敏不应症 你的问题就在骨盆腔里面 是 我的经验常常是 瘦肉检查是正常 实在是没报 那我们来做个副腔剑 会想 里面那么多的子宫内蒙医悦症 难道他会不应症 所以问题在子宫内蒙医悦症 所以他本来是炎因不明不应症 后来找到原因了 他就离开那个不明炎因不应症 他的原因找到了 所以副腔剑检查在 尤其是不明炎因不应症 或者是说子宫内蒙医悦症的病人 是非常重要 所以以上我们介绍的 不管丈夫也好 不管太太也好 不管男人不管女人 这检查大致 百分之八九十 就是我们已经介绍这些VCR 当然还有一些没有介绍 还有比如免疫的 但是我们没办法医医医 在这里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医医累及 而且那些检查 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 那今天所介绍的是 比较普遍的 对 那也不是说一个不明症状病人来 从刚才经验危机到副腔剑全做 不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我就 吓死了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医生了 每个人都可以当医生 每个病人来全部都做 而是说我们会从他的身体症状 有没有回胖啊 有没有男性荷尔蒙过高的现象 然后去怀疑他有多长性卵巢 从他的病死 有没有怀孕过 有没有痘胎过 有没有流产过 有没有以前 有没有过怀孕的病死 痘胎死 这些我们可以少掉很多不必要的检查 对 那也可以做针对性的检查 OK 好 那么今天这个蔡医师 跟我们讲解的非常详细 那么这个不孕症 要做的这些检查 包括先生的或者太太的 这个大部分 我们今天都介绍过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蔡医师 谢谢 各位观众晚安 是 那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祝您好运的节目 我们再会 不应证治疗 要能够迅速的怀孕成功 最重要的是 要做出正确的诊断 从先生的建议 疏网管 检查有没有通畅 和排碗功能的评估 这是三大基本要件 其次包括 子宫镜的检查 后 精从抗体 互相镜的检查 要视情况而定 最快的诊断 最快的治疗 才是成功的保证 不一顺 不一顺 示范 不一顺 红字 不一顺 第十七 我们以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